Hello大家好我是波沃大叔 如今呢我们用的智能电话是越来越的高科技 而且屏幕也是越来越大 但是你们见过最小的电话是多大的电话呢 那么今天我就给你们开箱一款 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小的电话 最小的翻盖电话 就是这一款最小的翻盖手机 咱们拆开包装看一下 这个是充电器 这个是挂在脖子上的那个绳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电话 漂不漂亮 白色的翻盖手机 哇太小了吧 好精致啊 这还有一个数据线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有多大 不到三厘米 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们平时用的火机 这个是电话 看到没有 它只有这个火机的二分之一大 非常非常的小 咱们打开看一下 哇这小屏幕也太小了吧 哇这小按键眼神不好的根本就按不到 这个按键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是放了一张SIM卡 哇他还给我带一张卡 哇这是一个 卧槽这是一张假的卡 假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开机看一下 好太小了 我们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 现在还没有卡 没有插入SIM卡 有信息 还有什么 通讯录 通话记录 设置 收音机 音频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频里面有什么音乐 好像没有音乐 这个好像是录音的功能 有音乐 找一个音乐 没有 这里面应该还没有下载音乐 那么我们 哇它这个居然还带蓝牙 太牛了 摩音 这个摩音什么意思 我们来试一下收音机 把他插入耳机 它这有耳机孔吗 我靠 它这个根本就 根本就没有耳机孔 怎么插入 那这个收音机可能就是 一个摆设而已 哇兄弟们 这个电话我们拿主机 如果用它来打电话的话 别人会不会以为这是一个大一点的蓝牙耳机 真的太小了 但是还是挺漂亮的 重量也不重 非常轻 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就跟老年级的功能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买这个只是为了好玩 或者把它当成一个备用机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拴在我们的钥匙扣上 哇兄弟们 你们还见过比这小的手机吗 这款手机可不可以称作上 是世界上最小的手机之一 它跟其他的这个翻盖手机不一样的是 它翻盖这个屏幕不会亮 得需要按一下 然后开锁这个屏幕才会正常使用 哇 我真的好想一脚把它踩碎 真的是太好玩了 这部小手机的价格 我在网上买是花了168 它已经 这个价钱已经相当于一部 正常的老年级的价格了 可能它的卖点就在于它特别小 特别方便 可以拴在钥匙上 它的这个充电器呢 是跟我们平时用的安卓的充电器的头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我们正常的安卓手机充电线 去给这个手机充电 这个小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只有一些最基础的功能 所以用它来当做一个备用机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样子也一点都不丑 所以同体来说 这个小电话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了兄弟们 今天的开箱测评就到这里 我是波浩大叔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 拜拜